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对华语乐团的贡献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她的一曲征服曾经可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近几年作为新歌声的导师 名望也一直在高涨 作为歌坛的大姐 那姐的地位很高 可能这也是养成她旁论无人的原因吧 她目中无人的性格让圈内很多人都受不了 她甚至在节目中毫不顾忌地说 刀狼的歌只有农民才听 很多人都知道王健林是刀狼的粉丝 喜欢听她唱歌 却得到纳英这样有讽刺意味的评价 王思聪自然坐不住了 出面维护自己的老爸 开始施展纳英 疑似想要封杀她 回头想想 王思聪斯文王妃死纳英 是跟天后杠上了 国民老公王思聪更是挖苦说 比起唱歌 纳英更适合演戏 对于国民老公的手思 纳英很霸气地回应道 在舞台上即便没有一个观众也能够唱 不愧是乐团的大姐大 果然霸气 对此 网友的评论是这样的 纳英姚贝娜事件 天镇摔话筒事件 纳英刀狼事件 纳英得寸进食 横行娱乐圈 就得王思聪收拾他们 支持王思聪清理娱乐圈 这件事情上 感觉纳英一棒次打沉了 异传作为农民的吃瓜群众 同时也可惜了那些草根歌手 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的 但是奈何没有遵照大姐大的意愿 孙红雷作为娱乐圈一线的艺人 在接受采访时说 纳英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这样的节目也能上电视 全部都是内幕 这六个字总结了这个节目 而且还说 如果不是因为纳新是大股东 纳英肯定不能得冠军 还有一次就是假唱 在纳英的演唱会上 由于粉丝太热情了 与纳英握手的时候 不小心掠走了纳英的戒指 那些情急之下 对着话筒大喊 把戒指还给我 然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在纳英喊话的时候 歌声完全没有停下来 对此小编只想说 听王思聪爸爸的歌 让我想起我妈妈唱的调 那代人的共鸣 感觉王思聪的爸爸很有亲和力 王思聪和纳英 网友们更支持谁呢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